一般印象认为草屯镇不生产茶叶 但是住在平鼎里的青年农民李明哲 这几年投入有机红茶种植 目前已有不错的成效 为了进一步推广在地农产品 农会以红茶为主轴 搭配客家雷茶和茶叶蛋 邀请家政班成员一起品茶认识红茶文化 也协助产业结盟行销 近几年来红茶的产值提高 不少茶农投入了红茶产值工作 住在平鼎里的青农李明哲 则是在草屯家乡种植有机红茶 目前红茶品质稳定 是草屯青农的名义之心 因为我们是种的是有机的红玉 那其实种有机的特性就是 可能林源不能污染 林源不能污染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林源不可以有太多的脏东西 如果你在茶区种的话 很多茶虫什么的就跑来你隔壁 你隔壁的茶园会跑来你这边 所以种有机最好是林源没有污染 所以就选择在草屯刚刚就有一块地 然后旁边都没有林源污染 所以就没有种有机 草屯有一个青农 在平鼎这个地方 它用有机的方式在种红茶 那我们以红茶为主题做发想 然后我们结合了我们的 那个也是一个青农 它家的那个乐宝蛋 我们做一个红茶乐宝蛋 然后还有我们家政班长 一个客家血统的一个家政班长 然后融入 让红茶融入它的一个雷茶的 这个客家文化中 那我们想要藉由这个研习 让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家政妈妈们 也学到泡茶的一个技巧 它可以融入在它的一个家庭中 然后泡一个好茶 让全家人都可以 饮用这样子 为了让草屯红茶运用 以及行销更为广泛 草屯镇农会邀请客家雷茶 以及在地农场 以红茶结合了雷茶与茶叶蛋的模式 创新食材运用 结合家政班的成员 一起试吃推广 它跟那个茶叶 跟一般不一样 就是因为吃起来就是 我们一行到闻到那个 有那个茶香味 红茶那个香气 吃起来很Q弹 然后里面的蛋饭吃下去 不会说 就是会轻轻这样啊 蛮顺口的 蛮好吃的 为什么我会选择 草屯这个平顶的红茶 是因为它有一个香味 其实平顶那个好的水源 然后好的那个做茶的技术 你可以闻它是有一个淡淡的红茶香 还有一个肉桂跟薄荷的味道 那它们的红茶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它融入了我们客家的雷茶这个活动 那一方面是推广我们客家文化 那一方面是我们配合这个活动 这样子来做 辅助友善环境健康安全的农业 是草屯镇农会努力的方向以及目标 活动将青年农民们所生产的农特产品 介绍给在地的家政团体 希望经由家政团体的推广 协助草屯地区的农特产品行销 支持在地友善民业